电视剧《海上繁花》正在热播 其实前妻雷宇正在针对杜晓苏的同时 看她的眼神却透着一丝情愫 没错 两人早在一年前就有过情缘 可对于这件事 杜晓苏似乎选择性失忆了 因为这点 雷宇正就认为她是个轻薄烂情的女人 还好后来二人的误会都解除 邵振荣死后 雷宇正下定决心 要替离世的兄弟好好照顾杜晓苏 可有一点很关键 那就是雷宇正喜欢杜晓苏 后者却始终对邵振荣无法忘怀 雷宇正逐渐发现 自己在杜晓苏心里永远是前男友的替代品 这让她非常伤心 久而久之 雷宇正也不想勉强杜晓苏了 准备就此离开她的世界 雷宇正即将出国 而当杜晓苏得知这件事时突然慌了 她早已习惯了雷宇正的呵护 就在霸总即将远走时 小苏终于醒悟 她扑上去紧紧抱住了雷宇正的后背不放手 只见杜晓苏含泪告白道 别走好吗 我爱你 听话雷宇正也潸然落泪了 只希望两人能早日收获圆满爱情吧